张显耀今天在询问之后被限制住居 案情也持续的升温 民进党点迷马总统还有金浦聪、王玉琪 以及江一华等人都应该到案说明 而国民党则是反批绿营 指挥司法办案搞不清楚该有的分纪 至于海基会董事长林宗森 则是用小小波澜来形容张显耀事件 还说两岸之间的协商不会受到影响 声音多日张显耀终于露面 主动向检察官说明案情 民进党认为这件事情已经涉及严重国安问题 要求马总统也该出庭不能缺席 那这个部分因为张显耀已经特别讲究说 他是奉命刑事的一颗棋子 所以如果他的行为真的涉嫌泄密 或者有其他不法的问题 那下命令的人他本身也会是个共犯 那对于张显耀可能下命令的所谓的长官 包括马总统金浦聪秘书长 或者是王玉琪主委 或者行政院长将以化 这个部分有可能都会是本案涉及的一些关系人 乃至于是犯罪嫌疑人 这部分也必须要做一个理清 国民党言辞抨击反批绿营指挥办案 但张显耀涉嫌泄密案 涉及两岸多年累积的互信基础 还机会董事长林中森和媒体参训时 说得泰然自若 这整个协商交流服务的工作 不会因为小小波澜受影响 和平 稳定 繁荣 发展这个潮流都是大局 其他都是波澜 用小小波澜形容海基会运作 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但接下来要谈的货贸协议 又要延至九月中举行 张显耀岸风波之后 接下来两岸步伐怎么走 有待观察 云南TV胡锦涉 王世凯 刘宇轩 萧比 台北报道